理想大地集团以东台湾最美中祭祭为概念打造的疗愈系森林自然园区A2水岸 28号中秋节廉假前开放市营运营 祭出免费参观的入园优惠 四天来涌入大批游客 尤其号称全台首尖童话版星巴克 更是吸引了很多游客专程前往朝圣 业者初步三天廉假有三万人次涌入 位在受风的理想大地度假饭店旁的A2水岸 在中秋廉假天天爆满 作用绝美湖景的湖畔星巴克咖啡 成为了这次廉假花莲游客首选的景点 当然有这样的预期 当然我们是一个新的景区的加入 也希望我们带动整个花莲的一个观光 所有的观光旅游业者一起共同努力 让我们花莲县的这个观光 向全台湾向国际去做推展 然后业者大家一起努力 理想大地表示9月29号入园的人数 即达到6000人 进入中秋廉假的首日 入园的观光人数已经破万 中秋三天廉假统计 业者初估涌入A2水岸的游客将近3万人 有游客就表示 园区有湖光三色以及整片的洛宇松 真的非常美 不过人潮暴多 家人足足等了40分钟 才买到自己想要的咖啡 记者凌杰 烧风箱 采访们好